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月10號,到今天為止 現在中國已經有上百個城市被封城了 其中就包括四個一線城市當中的三個 北京廣州和深圳,上海雖然還沒有封城 但是實際上也是處於半封城的狀態 在上海有13000多個居民小區 現在已經開始實行封閉式的管理 一萬三千多個小區,也就是說大半個上海 現在已經被封住了 整個上海封城我估計也是為時不遠了 四個省已經封省了,湖北、江西、遼寧 現在又增添了,安徽四個省封省 現在全國實際上是處於一個癱瘓狀態 還有中央以前決定的是在2月10號要爭取復工 現在10號已經到了,這個工是復不成了 可能除了極少數的重點的國營企業必須得復工之外 大多數的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 那是不會復工,也不能夠復工 不應該復工的,因為一復工啊 在大規模的人群聚集了之後 那麼會造成第二波的這個大的疫情爆發 那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說現在全國的經濟也是處在一個全面癱瘓的狀態 中國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 所有的人各行各業都要聽當官的 而且他們的這個政治制度又是一個中央集權式的政治制度 所有的當官的又得聽中央的 那習近平執政以後又把這個制度進行了所謂的深化改革 改成什麼狀態呢?就是改成了一人獨裁的狀態 也就是說整個中央都要聽習近平的 那如果是把這個國家比作是一個人的身體的話 那麼習近平就是這個身體的大腦 但是糟糕的就是這個大腦本身是殘廢的 他本身是癱瘓的,正是因為這個腦癱 所以造成了體癱,正是因為這個最高決策者 他本人是癱瘓的,所以說造成了整個國家的癱瘓 造成了國家現在這麼不堪的一個局面 那有些朋友可能說你這個嘴巴太毒了 實際上不是的,我這說的是真實情況 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決策者、最高統治者 你一定要會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會判斷 當你看見這個社會的各種情況 各種信息收集上來之後 你要會判斷到底發生了什麼情況 那麼第二個就是要會決策 知道發生了什麼情況了 然後你要採取一系列的正確的措施 這個國家才能夠正常的運行下去 才能夠平穩的運行 才不至於走到癱瘓的這個地步 而習近平呢,他是根本沒有這個能力 他根本沒有決策的能力 也根本沒有判斷的能力 這兩個能力完全缺乏 我過去做過很多的視頻 談到他過去這兩年在中美貿易戰當中的一系列的失誤 談到他在處理香港反送中運動危機當中的一系列的錯誤 還談到他在對付這個應對台灣大選的這件事情上面一系列的錯誤 那在這裡我就不再贅述了 我們今天就單單來提他在這個 應對武漢肺炎疫情當中所犯下的一系列的錯誤 我是站在他的角度 站在他作為一個中共的統治者的角度 來講他犯的那些政治上的錯誤 第一個政治上的錯誤,判斷失誤和決策失誤 就是當時二月底武漢市的官員湖北的官員 把這個當地的疫情匯報到中央之後呢 習近平居然決定要把這個疫情隱瞞下來 不向民眾公佈,那民眾就不會採取防疫的措施 那麼病毒就會隨著這些民眾到處走的民眾 就會四處擴散,所以最後造成了這麼大面積的感染 造成了全國風聲鶴唳 就是因為當初第一個失誤所造成的 那麼這個失誤造成了之後 疫情已經爆發了,已經不可隱瞞了之後 習近平又犯了第二個錯誤 從他的角度來講他犯了第二個錯誤 如果是比較厲害的一個角色 比如說像毛澤東那種角色 他可能當時立即就把湖北的 把武漢的那些主要的官員把他們控制起來 派出中紀委對他們直接進行雙規 把他們撤職,然後派出自己的親信 去坐鎮武漢指揮這場防疫 他沒有做,讓湖北的那些官員還到處跑 還到處說,結果湖北的官員就意識到了 如果讓這種情況持續下去 他們遲早會被習近平當作替罪羊 他們所以說馬上就去中央電視台 去開始甩鍋了,開始推卸責任了 他們說我們在12月底 早就把這個疫情上報給中央了 但是因為中央不決策 所以說我們沒有辦法公佈 把自己的責任推給了習近平 而一旦這個責任推給習近平之後呢 習近平他又犯了第三個錯誤 他覺得這個周先旺,武漢的那些人已經先下手了 他沒有辦法拿他們做替罪羊了 那他還得找另外的替罪羊呢 他找誰呢?找李克強 所以他把李克強任命為防疫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 他過去自己擔任了十幾個領導小組的組長 但是現在遇到這麼大的危機的時候 然後他居然把這個領導小組組長給李克強去擔任 他本意是想讓李克強去幫他背黑鍋的 但是在全國的老百姓看來,在全世界看來 你這就是沒有擔當啊 你一個最高領導人你連這一點擔當都沒有 那今後你怎麼能夠服眾呢? 所以說又犯了一個錯誤 當然了李克強他也是比較聰明的角色 至少是比習近平聰明多了 他一看這個情況,那麼他就馬上就到武漢 去秀了一把做了一次政治秀 那這個政治秀非常的有效果 那因為至少老百姓都會覺得 李克強你即使是辦不成什麼事情 你在這裡來跟我們共命運了,你不怕感染 所以說大家就服他了,雖然他沒有做任何事情 但是他的聲望一下子就提高了 所以他把這個鍋又給甩掉了 即使是今後疫情擴大了,但是李克強已經盡到他的責任了 而以前擴大的那個責任都該由習近平來負 所以說李克強完美的把這個鍋給甩掉了 習近平又背上了 那麼之後呢,習近平又犯了一個錯誤 就是他在1月28號會見世界衛生組織的 那個譚德塞的時候,他又說我是一直在指揮 一直在親自部署這場防疫工作 他這麼說的心態,我估計是看李克強又搶了他的風頭了 所以他要搶回來,但是最後的後果就是 他已經坐實了,周先旺指控他的 這個疫情該由他負責,已經坐實了 而這個風頭搶回來沒有呢,也沒有搶回來 別人在外界看起來就覺得你自己不敢到武漢去 結果李克強到武漢去了,你又說是你指揮的 是你部署的,你又想來搶工 這是又犯了一個錯誤 那麼他後來呢,又覺得讓李克強 繼續擔任這個防疫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 他又不放心,深怕李克強如果把這個事情做好了 那麼最後李克強的聲望超過他 李克強已經本來是第二號人物了 如果聲望再超過他 那麼對他的地位就形成了相當大的威脅 將來一旦黨內有異動 那李克強可能瞬間就可以把他取代 所以他接著就犯第五個錯誤 就是他派孫春蘭,副總理孫春蘭去架空李克強 所以現在湖北的官員已經不聽李克強的了 只聽習近平和孫春蘭的 而這個孫春蘭作為習近平的親信 作為習近平的特使到武漢去一陣瞎指揮 孫春蘭本身也是沒有上過什麼學的 也是沒有見過什麼市面的 就是可能說得好的可能是比較老實比較聽話 所以說一路被提拔,也有可能甚至是日後提拔 這種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所以這麼一個不學無數的人被派到武漢去應對 這麼一場艱巨的工作任務 那是絕對不能夠勝任的 一到武漢就開始瞎指揮 怎麼瞎指揮呢?他要求武漢的官員在三天之內 從2月6號到2月9號三天之內 要把武漢的所有的病人都集中起來送進醫院 把他們隔離起來 那怎麼樣才知道這些人都得了病呢? 他要派人到各個社區、各個房屋裡面去排查 把所有的人都排查一遍 那這個消息一出來,武漢人就氣壞了 全國的網友就一致痛罵 因為這是一個太愚蠢的決定了 因為你派人員去挨家挨戶的這麼排查 那你這不是把這個有病的人身上的病毒 帶到每一家每一戶了嗎? 你這不會造成更大規模的感染嗎? 所以孫春蘭這次去又把這個事情給辦砸了 也就是習近平又做了一個錯誤的決策 你如果真是要派一個人架空李克強 那當然政治上有更好的解決的辦法 比如說你派中南山去掛帥 擔任這個防疫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 然後派孫春蘭去做他的監軍,做他的副手 這樣就會讓李克強覺得非常的難堪 因為在普通老百姓的一些不明事理的人看起來 可能是因為李克強工作沒搞好 或者是工作不積極,得不到中央的信任 所以現在中央派出一個專家 一個重量級的專家到武漢來了 李克強不是很難受嗎? 那你這不是很完美的就把李克強架空了嗎? 但是他不這麼做,他派一個草包去架空李克強 把事情進一步的搞砸 所以就在這短短的一個多月的時間 已經連續犯下了五大錯誤,五大政治錯誤 把他自己的政治上的信用,把他自己的威信 把他自己的權威已經輸得乾乾淨淨 這就是習近平 那有些朋友不瞭解中國政治局的朋友 可能會有一個疑問 說習近平雖然笨一點 但是他身邊總會有一些助手,總會有一些次郎 總會給他指出一些錯誤 實際上他身邊還真的就沒有這樣的人 因為他是五大郎開店 凡事比他個子高的人,他一概不留 習近平凡事比他聰明的,凡事比他能幹的 他一個都容不下 他身邊的那幾個人,我不是說的那七個常委 七個常委裡面有四個不是他的人 他也根本不跟他們商量 所有的決策都是把他們晾在一邊的 像李克強還有汪洋他們是團派的人 跟習近平從來不是一條心 習近平也從來不信任他們 還有韓正這是江派的人 習近平也是不會搭理他的 還有就是趙樂際,以前跟習近平關係還可以 但是因為出了一個陝西秦嶺別墅案 趙樂際牽扯在其中,所以說也不得到習近平的信任 那麼習近平最信任的是哪幾個呢? 現在在政治局常委裡面的還有兩個就是栗戰書和王滬寧 那栗戰書呢是在文革時期的一個工農兵學員 他本身呢他父親是一個中共的一個中級官僚 以前在習仲勳手下當過兵的 所以說習近平對他相當的信任,把他一路提拔 成為現在實質上的二號人物 另外一個呢就是王滬寧 有人把他稱作是三朝帝師 實際上這是言過其時,王滬寧沒那麼大的本事 他就是一個筆桿子 他就是一個給中共的這個最高領導人 搞理論包裝的這麼一個槍手 他並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字謀 並不是有什麼特別的學問 如果是從政治家的角度來判斷 他是根本不合格的,所以他身邊是這麼兩個人 那麼還有一個是他在軍隊裡面的一個親信 是幫他掌控軍隊的就是張右俠 張右俠的老爹叫做張宗遜 是中共開國時候的一個上將 張右俠本身就是一個繪繪子弟 就是靠著傅英在軍中一路被提拔 最後習近平他又特別的信任這個紅二代出身的人 跟他一樣背景的人 所以說現在他是習近平在軍隊當中的親信 所以說他的核心圈子現在就是這四個人 這四個人沒有一個是真正的有判斷力有決策力的 這四個人當中沒有一個是真正的可以稱之為政治家的 沒有一個有能力統治一個大國的 所以說這樣一個統治集團他怎麼能夠不把事情搞砸 他怎麼能夠管理如此複雜的這樣的一個現代社會 他怎麼能夠應對這麼多的危機 所以失敗那是一定的 過去習近平還有一個親信叫做王岐山 那個人倒是有兩把刷子 那個人讀過一些書也接觸過一些西方的思想 而且也相當的能幹 在90年代的時候他曾經處理過廣東的金融危機 到了2003年他又處理過北京的沙士疫情 所以當時他被稱為中共的滅火隊長 他在習近平的第一任任期之內 是習近平的得力的刀把子 幫習近平搞反腐運動 幫習近平掃清了政敵 所以習近平到了19大之前 覺得自己的獨裁地位基本上穩固了 這個時候該狡兔死走狗噴的時候了 而且這個時候他也感覺到王岐山對他有極大的威脅 所以說他就給王岐山安排了一個閒職 國家副主席把他踢出了政治局常委 這個核心的決策圈子 所以說王岐山後來就一直算是富閒 是做一些禮儀性的工作 王岐山跟外賓在這個交談的時候 談到了說是他過去兩年一直在做禮儀性的工作 這就是說習近平已經不讓他參與決策了 就這麼一個稍微厲害一點的角色 他已經把他排出出局了 那他能夠不敗嗎? 這就像當年楚漢相爭的時候 漢王劉邦打敗了西楚霸王項羽 建立了漢朝,有一個臣下就有點不理解 就問劉邦說當年項羽聲勢那麼浩大 手下精兵強將上百萬 怎麼就會被我們給打敗呢? 我們當時的力量那麼弱小 劉邦就告訴他說我們有三個人 第一個就是張良能夠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還有一個是蕭和,能夠穩定後方讓良朝轉輸不決 還有一個是韓信,可以聯兵百萬,戰必勝功必取 他說這三個人都是人傑,人中豪傑 這三個人都在我們這一邊,都為我所用 所以說我能夠打敗項羽 而項羽那邊只有一個范征 范征是項羽的一個謀士,是一個老者 但是項羽因為剛閉自用不聽他的話,范征一氣之下就走了 所以劉邦說他有一個范征他都容不下 所以說他最後怎麼能不被我打敗呢? 那現在這個習近平就有一點像當年的項羽 那只不過是他沒有項羽的那種勇氣那種霸氣 沒有項羽的那種羞恥心,項羽打敗了之後 就自問一謝天下,習近平我估計不會做到這一步 那他在政治上的幼稚,政治上的愚昧 那跟項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說他最後一定失敗 一到天下開始變動的時候,最起作用的是那個團隊 而那個團隊裡面最起作用的是那些有腦子的人 那些有判斷力、有決策力的人 那麼最後你就一定贏,一定能打得過 黨內的那些反習派的人士,大家一定不要為習近平現在的聲勢所阻嚇 現在該搞政變的、該搞兵變的趕緊準備 民間的那些豪傑,大家也不要被中共的這個龐大的體系所震懾到 現在大家低調的、踏實的組建自己民間的團隊 你現在有十個人,將來很容易就能夠發展到十萬人、發展到一百萬人 就能組建一個大黨,就能控制一些地區的政府 最後聯合起來,就能夠形成一個全國性的政治力量 這個時機很快就到了,這一次疫情已經把中共 把習近平當局最後的政治信用給耗盡了 已經把他們最後的資源給耗盡了 天下大變的時機很快就到 大家一定要現在及時的做好準備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一次再跟大家來一起探討 現在民間的這些豪傑應當做哪一些準備 謝謝大家,下次再見